小朋友來回在彩虹噴水隧道穿梭 玩得不亦樂乎 另一頭玩水設施 同樣也擠滿不少孩童 一早就到水樂園 享受被水沖的清涼快感 家長帶著小朋友一起玩水小暑 我玩了彩虹睡袋 還有潑水車 好玩嗎 好玩 它是那個端魚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還有這個 好像被一個浪吹走的感覺 單從海洋世界水樂園 暑假開放多項海洋生物造型打造的清水設施 搭配多種玩法 也成為暑假熱門大卡景點 因為天氣很熱 就想帶小朋友過來玩水一下 這邊的動物都是台灣的一些動物 可以讓小朋友認識一下 就是暑假嘛 來這邊玩啊 就是設施還不錯啊 近期天氣炎熱 民眾風玩水消暑 台北市內湖運動公園 免費親子細水區 也在15號強勢回歸 水深設計不到50公分 為了確保水質乾淨衛生 未供出每週定期清潔池體及換水 因為暑假開始 那當然父母都會想帶小朋友 到比較空曠地方來這邊游戲 所以大概5月初 就家長來打電話說 是不是說這邊細水池會如期開放 另外新北市紫星際公園 也打造水星細水區 上午及下午都有固定噴水時段 還有新莊溫仔底濕地公園 每週二到週日 早上9點到晚上6點開放 每半小時噴水10分鐘 這些場地都不用入場費 也成為暑假新子童樂消毒草之處 記者是橫路陳嘉倫 新北台北操場報導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得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